回到國內看到臺北向柯文哲日前在直播節目上 施言他談到北市府火災發生的狀況 竟牽扯到了親身案例 他的用語玩笑口氣引發了不少的爭議 讓同為醫師出身的綠委林靜儀暴怒 他痛批柯文哲市長太過冷血 還調出107年度北市火災死亡數據 雖然有13人 但是其中屬於親身的是零 直接打臉了柯文哲 關懷弱勢竟是用這樣的細虐語氣 眼看站在懸崖邊的人 身為臺北市長又是醫生的柯文哲 似乎帶頭再推一把 童文醫師出身的綠委林靜儀看在眼裡痛批太冷血 請狀況不對的人趕快求助 請所有聽到狀況不對的人求助的時候 我們要拉住他而且幫他尋求專業協助 結果他現在講的是你不要到人員的困擾 他完全是把人吹下去 他在邊緣你還吹他一下去 回顧柯文哲的解釋 辯解北市好幾期的火災起因都是輕生 但數據會說話 根據107年度全國住宅火災分析 北市共計13人死亡 但輕生卻是空白打臉柯文哲 關懷弱勢有時候是保護自己 後來我們查過我們台北市有一些火災 好幾期的火災是自殺 他用自焚的方式自殺 結果反而造成社會安全的問題 不檢討自己還想要扭轉 讓柯黑一肚子祸 也讓立委很酸 他到底有哪一天可以不要再食言 解台北最火災